就在疫情之前的几年 大家提到中国的几家造车商 微蓝也好 还是这个比亚迪也好 大家都觉得就像玩具车一样 特别是和行业的领先巨头特斯拉比起来 但是现在看来 眼见着比亚迪就要超越特斯拉 成为世界第一大电车制造商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样一个给手机做电池的王传福 怎么突然改到做电车 改到做电车 怎么又在几年之内迅速崛起了 华尔街科技这个男朋友 小杨 我们来讲一讲 王传福的发家史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文章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文章 但是我们先在进入这个文章之前 我也留意到 在这篇文章上线的几乎相同时间 比亚迪的一款车 Auto3是拿下了欧洲的这个新车安全评件协会的一个五星的一个评级 那这款车呢 Auto3是在中国的名字 它叫元Plus 它在欧洲是换了一个名字 那么它在欧洲的一些竞争对手的车厂 包括大众包括雷诺还有日产等等等等 所以过去几年像比亚迪这样的中国车厂 已经是陆陆续续在欧洲拿下了一些这个车辆的一些安全的测试的一些结果 并且这些结果呢其实都是不错的 可能是会让欧洲的一些人觉得中国的车其实质量还行 那么我们来回到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 在几年前呢中国的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的创始人啊 王传福还担心公司可能是无法生存 而现在这家公司正在紧追美国的一家车企特斯拉 成为全世界第一大电动车的销售商 比亚迪在中国是汽车的这个制造巨头 以电动车领域的崛起而闻名 该公司是成立于1995年最初呢它是一个做电池的 但是过去一些年过去十来年它的迅速扩张 在今年的第三季度比亚迪是销售了431603辆这个全电动的车 仅次于特斯拉的435000多辆 比亚迪这个公司还计划在2023年的年底前销售约180万辆 这个所有这个动力的车型超越特斯拉今年的一个销售目标 比亚迪还销售混合动力的汽油电动汽车计划 是在今年销售360万辆汽车 是由王传福全世界第十大汽车制造商之一 这个公司也超过了大众汽车 成为了目前中国最畅销的一个汽车品牌 它呢也在不断的扩展他们的出口市场 比亚迪的创始人王传福和他的这个合作者 应该是比亚迪美国总裁李柯是一直积极推动公司的成功 尽管目前国际媒体还没有公开报道他们是夫妻关系 那么目前是王传福是专注于产品生产 而另外一边李柯是负责商业伙伴的推销 在中国中国政府的这个补贴政策和政府采购 是推动了比亚迪在中国市场的增长 这个公司还积极进军欧洲和东南亚市场 计划明年将出口销量翻一翻 你如果翻近期的新闻啊 这个比亚迪在欧洲以及比亚迪在东南亚 尤其是在泰国啊 他们的这个曝光频率还是挺高的 然而比亚迪的国际扩张也引发了 包括美国和欧洲多国政策制定者的担忧 他们担心啊中国的低成本的竞争 可能会威胁他们各自国内的产业 目前啊欧盟是已经展开了调查 看是否有不公平的竞争行为 目前尽管中美关系紧张 而比亚迪也已经成为了北美最大的电动巴士 和卡车制造商之一 尝试着进入这一领域 比亚迪认为向中国以外的市场扩张非常重要 因为中国市场的竞争激烈经济增长放缓 总之亚比亚迪是一家在电动车领域 是迅速崛起的中国汽车制造商 目前已在全世界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 同时呢也引发了国际竞争和政策的关切 王川福这个比亚迪公司的创始人 他出生于1966年 成长经历是充满坎坷 他在大学学的是这个物理化学 并在电池领域研究中是展露头角 在1995年的时候王川福创立了比亚迪 最初他是专注于小型的电池生产 模仿日本的三洋和索尼产品 公司名称啊这个BYD 最初是没有一个特定的含义 后来呢应该是这个BYD发展 获得了一定的声望 他们尝试着给这个BYD啊 创造一个解释 那就变成了Build your dreams 就是实现你的梦想 但也曾以开玩笑的方式啊 把这个BYD解释为带上你的美元 Bring your dollars 那王川福和王川福奇奇采用创新的办法 借款也雇佣大量的工人 将电池生产分解为数百个简单的步骤 以降低成本 他强调用这个流程的彻底性 以确保整个产品的质量 那王川福的这个伙伴 李柯他是来自中国一所 这个顶尖大学的统计学家 在加入比亚迪之后 他成为公司的关键人物 尽管英语水平有限 但他也成功的寻找了 国际手机公司的客户 在可能在20年前吧 如果你听过比亚迪这个名字 你可能只会把他和这个手机电池 给联系在一起 李柯是将比亚迪推向了 全球五大可充电电池制造商之一 他坚定他的这种任性和说服力的方式 也是比亚迪这个公司赢得了客户的信任 在2002年比亚迪上市 当时王川福是利用资金收购了 当时濒临倒闭的一个汽车制造业务 他看到了电池在汽车上的潜力 当时公司就推出了一款汽车F3 这个F3如果说好听一点的 就是逆向工程丰田的一款花冠 或者说卡罗拉这款车型 说难听的一点就是山寨 F3这款车型与丰田花冠的外观非常相似 那基本上也是采用了一个山寨的策略 然而比亚迪公司发言人对到现在来 他们有说了他们很重视公司的知识产权 那是否认直接去模仿索尼或三洋的产品 总之呢这个王川福和里格是共同推动了比亚迪的崛起 那尽管也采用了这个模仿借鉴抄袭山寨的策略 但比亚迪公司已经成为了全球电动汽车制造商领域的一个重要参与者 王川福在比亚迪汽车业务中是采取了降低成本的策略 那怎么降低成本 就是通过大规模的雇佣工人处理简单的工序 并定期更换工人以避免工资上涨 公司几乎自主生产所有的零部件 这包括电池以确保低成本 这使他们能够以8000美元的价格销售汽车 这个价格是远远低于竞争对手 在2008年一个重要人物看上了比亚迪 那就是巴菲特 当时这个巴菲特的代表大卫索克尔访问了比亚迪 被公司的生产流程和电池技术打动 最终啊 这也导致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以2.32亿美元购买了比亚迪10%的股份 在2008年的时候 比亚迪推出了他们的插电式混动汽车 超越了通用和丰田的计划 而他们的电池技术 在当时已经是有多年的研发经验了 这个是来自于他们在此前的手机电池上的研发 到了2018年 丰田首席执行官来到了比亚迪 向王传福请教如何降低成本生产 比亚迪的成功是在电动汽车领域 是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2010年年代末 当时的中国电动汽车市场 是有非常多的竞争对手 特斯拉也终于是进入中国市场 并且逐步降低自己的身价 到2020年的上半年 特斯拉在中国的销量已占据整个中国电动车市场的五分之一 在中国的市场 比亚迪和特斯拉就展开了价格战 但在续航里程方面 是落后于这个低成本的竞争对手 然而在2020年下半年 比亚迪他们推出了一个 目前来看是颇有独创新的一个新的电池 叫做刀片电池 并且也推出了搭载刀片电池的车型 这样的车是具有卓越的续航能力 并以较低的价格出售 包括这个刀片电池 包括这个新车型 再加以低价的策略 成功击败了一众竞争对手 目前来看比亚迪的全球销量 在2020年到2022年间是增长的四倍多 也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的冠军 占据了近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 公司也计划在未来几年内 在多个海外市场推出商用电动车 继续扩大市场份额 目前的最新的信息来看 其实比亚迪也在欧洲寻找一个 整车厂的一个建造的场址 比亚迪一直以低工资工人 来降低他们的生产成本 尽管工资在过去十年中是有所上涨 那公司还进行自主生产的零部件的研发 和生产因此他们是拥有一个成本优势 那另外一边在十多年前 投资比亚迪的这个伯格西尔哈萨韦公司 在近年来是不断减持其股份 那部分原因是因为担心地缘政治风险 那就这个文章到这里基本上就结束了 那或许啊参考比亚迪的这个故事 你最后可以有句话总结 那无论是你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组织 还是一个企业 你在崛起你在成长壮大的过程啊 可能是有一个比较相似的路径的 那就是包括模仿创新超越争夺市场 这个可能是一个可以概括的过程 因为就我自己研究另外一家比亚迪的 可能是祖师爷级的公司 丰田来看这个路啊也是这么走出来的 丰田一开始呢也是一个山寨的公司 好谢谢这个小杨啊 那么有的时候在谈到中国经济的时候 我们经常听到观众朋友们说啊 说中国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啊 这个抄袭大国啊 有很多技术呢 实际上呢啊 从这个西方是学来的偷来的等等等等 那么在中国崛起的某一个阶段 这样的说法的确可能是具有相当大的可信度 但是现在当一个中国的公司 现在突然变成行业龙头老大的时候 有的时候可能情况并不像大家所想象的 这样的一个简单啊 很感谢小杨给我们介绍了比亚迪崛起之后的 更多的幕后的故事 那么类似的话题啊 我们的这个主播新风也在新风视线中 为大家继续关注 不仅仅是中国电车行业 同时还有中国5G行业等等等等 关注中国财经以及公司要闻的朋友们 一定不要错过了 那么说完了比亚迪相关的故事啊 咱们再来看到的是中国军队有关的情况 不仅仅是中国军队有关的事啊 说完以后